甩uke咖宗 肯定家力 回到一個世纜思 為何會越坐越多人? 所以我們港人講 iter的事情 很公平 公正 因為放少小排 不贊成我請高立斑 好像放少大排行程 邀請陳正心 我又不贊成 其實大家好的政見 都有點不同 而先講一講 他就覺得高先生都有這些道理 所以他就加入來一起講 巴仁讓你先問 高先生你先說到 我們中國共產黨就溫爆了13億人口 但我們今時今日的中國 這麼富強之下 但是依然有些毒奶粉的問題 寶寶又吃不飽的問題 這些不關他的事 你這樣說很多人就說 我們中國有能力送人上太空 但是就解決不了人民的溫爆 那你覺得這個問題是怎樣看我們中國呢? 我們講香港那些 其實我們這樣說 中國我們真的要很全面看一件事 它在某一個層面上 是一直直追西方的科技 直追西方的科技 高先生你又不需要跟大陸解釋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真的事實毒奶粉 蛋什麼都假的 你聽我講 不如講回我們香港人神經 毒奶粉的事件就證明什麼呢? 我們中國人本身 在那個文化道德的水平裡面 還未及格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中國呢 沒偷人 文革的後遺症 你們有心聽我講呢? 我就會詳細一點 不過呢 文革的後遺症引致到 因為我們的文化真空了 就是說一個人有四肢發達 但是頭腦 就是說他能夠打 但是原來沒有腦 高先生就是這樣 所以香港人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香港人 新一代 都會恐懼這個政權 恐懼我們香港文化 讓他們入侵 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逃避是沒有用的 你拒絕不了的 你抗拒是沒有用的 你不如就教育他們 為什麼教育呢? 我說給大家聽 可能年輕人 你們都要向這方面分流 其實我們多讀歷史 你會發覺中國共產黨 是很重視香港的 他很看重香港人 所以就打到他們這樣了 不是 如果不是的 他不會把改革開放 把特區搬來深圳珠海 他就知道 你錯了 他借鑑他們香港 用香港做中國的隻眼 怎樣去走這條改革路線 怎樣走上西方資本的路線 對啦 對啦 你可以這樣說 他就覺得香港人 在經濟層面上面 是做得很好 他要借鑑香港人 所以 將整個深圳一個農村 都要打造一個特區 去經濟特區 來到學香港人 在做生意 在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上面 學習 引致到 整個中國現在都是 以香港的模式來手 其實我覺得最慘的是 因為深圳人 學會了我們香港人 做生意的技量 但學會不到我們香港人的良心 我希望這麼多個中國商家 如果你看到這段片段的時候 希望我們將心比己 拿回你的良心出來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絕對我會明白你的看法 無可否認 有錢 不等於一個人做一些事 有道德 等於一個人有錢 可以為富不仁 是吧 是 中國有錢 不是等於強國 富國不等於強國 何國都不是富 如果你把他的儲備 一攤去十三一 其實大家都很窮 他都排到百多 對 但是問題是他墜在那裡 他的錢就可以很大 那我就想問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如果要令中國真的富強 強 強是兵力的強 是人的質素強 所以我們要升高山上來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一個榜樣 給中國看 但是做一個榜樣是哪方面呢 如果你想中國有民主 中國能夠是 能夠是 不是每個人的獨裁專政的話 頂導人不是獨裁專政的話 我們香港人要示範單位 就是說我們自己本身都能夠 都能夠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 你永遠就不能夠和中國人溝通 不是啊 你要做一個什麼呢 如果我們香港人 趁著這50年過渡期回歸 一國兩制 我們自己 有自己的一個民主的方式 我們有民主的精神 我們用這種方式去行出一種的政制 這種的政制能夠是 但是 令到我們有效地去管治香港 又能夠選到一些的人才出來 去管治香港的話 我相信 中國大陸政府 中央政府 共產黨都好 它會借隔我們這個模式 可能在特區 譬如珠海 深圳 推行 如果推行都有效 可能在廣東省推行 廣東省推行 可能沿海的省群推行 慢慢整個中國都推行 那高先生呢 我希望呢 香港的年輕人 在這方面老了 高先生 忘了剛才說的 你說 就是因為梁正英做得好 有些人反對他 你才出來支持他 但是現在你又說 香港政府做得不夠好 不是不夠好 聽清楚 幼細嘛 幼細嘛 我沒有說幼細 我從來都沒有講過這個字 你看看 但是 我告訴你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你應該用這方面努力 是做示範單位 但是這樣啊 高先生 而香港的年輕人 就是怕我們香港的文化 或者我們那些 語言也好 文字也好 我們生活方式也好 就捍衛不住 而我覺得就是 大陸那些人 入侵我們的文化 因為你那種的文化 不是中國的文化 是西方柏來的 所以你沒有跟著的 所以你跟中國的 中國的傳統的比較 你便變成了 不是啊 我覺得 所有文化 都是應該要尊重的 因為每一個文化都有它的 就是由來 其實香港這個地方 你想想在世界上 有哪一個地方 是一個本來很落後的地方 但被一個佔領的國家 發展成一個 叫做國際金融中心 東方之珠 裡面那群居住的人 懂得講普通話 懂得講廣東話 都懂得講英文的 這群這麼聰明的人 將一個小小的漁村 發展成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變成遠東最重要的港口 但高山政府也說了 有得他們走 有得他們不知知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 我告訴你 在英國的所有的殖民地裡面 沒有一個殖民地 是及得香港的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裡面所有的殖民地 那些人的質素 都不及得香港裡面的 中國人的質素這麼高 所以不是英國人管治香港好 是因為香港裡面的中國人 有中國的文化 才令到結合西方的文化 才令創出了香港這個奇跡 所以不可以只是說 英國管治就令到香港好 沒有中國的文化 沒有中國的香港人 根本就沒有香港的奇跡 所以這個是絕對事實 如果是這樣 你舉一個例子 英國的殖民地裡面 有哪幾個城市 哪幾個殖民地 是好像香港那樣 國際大都會 新加坡都不錯的 新加坡根本就不是香港 不是的意思就是 新加坡是一個民地 是的 你可以看到 對了 絕對同意 李剛議是什麼 是華裔的 就是因為有中國人在 所以 英國的殖民地 撤出來都能夠做得好 就是因為有中國人 所以中國的文化是優秀的 其實美利堅這邊都OK 你已經不用說了 直接不入樓 那先不要說外國的問題 你已經看到了 你已經看到了 例子底下 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 其實當然 一定是我們這幫華人 我們這幫香港人 我們才可以發展到香港 但是 英國的管治制度 他們那個出色 他們那個 跟我們中國人不同 這個是一定要有高度的評價 譬如我們中國沒有廉政公主 雖然我們的廉政公主已經是攤了 但是這個是由英國時期 物理好著事引入的 的確是在開頭的時候做到事 是打壓到很多貪官污吏 當然如果中國可以效法 當然是更加好 但是我們看到回歸以後 我們的ICAN 都有落後的趨勢 不是打壓貪官 會不會是因為中國人 本身那個 就是喜歡corruption 就是喜歡貪污的心態 他們沒有採壓的文化 對 我可以這麼說 這個呢 又是大家一種謀誤 你說外國人沒有貪污的 有沒有人 有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英國人在香港的貪污 很厲害 不然不用抓國派 對 不用抓總處 國派是什麼人 英國人 所以你不要說 只是中國人才會貪污 好了 ICAC的成分 除了領導人 是啊 機踏著士之外 下面就是什麼 都是我們香港的中國人 去管治 文化 都是中國人來的 問題是你剛才說得對 中國現在是有一種腐敗 貪污腐敗 我都承認 也都很強烈 中國人看不到什麼 看得到 但是你撲滅它嗎 不是三朝兩天 因為很多的關係網 喂 你習近平也好 你胡錦濤也好 你說 咳就咳了 中國裡面的大老虎 連軍方的 你說你那個民人政府 說咳就可以了嗎 它的利益跟你死過 國家是不是內恐 內戰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要投鼠忌器 中國領導人是有些事情 要長遠想 加上我們的中國文化 你剛才說得對 有個情人在那裡 但是你現在是港政府 好了 這件事我告訴你 這個當然回歸之後 是不是ICAC弱了呢 麻煩你拿一個數據出來 是不是真的 真的只是打小蒼蠅 不打大老虎 你看一下 ICAC都在拘捕 在告什麼 大財團 最高的是誰 是前政務司 你可以看到 特區政府 絕不搜遠去對這些人 如果他不是搜遠 那就另一道遠 因為我們看到新聞 有個發展局長 前發展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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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蛇光 對 就說如果他承認了 不是蜜蛇光 承認了的話 就撤銷控罪 但是在我的歷史上 不是撤銷控罪 就是不告他 怎麼不告他 蜜蛇光告了 蜜蛇光告了 蜜蛇光 很強不關事 別人是查明清楚 他是侵犯 是不能告 是不能告 是不能告的 因為那個是貪污來的 怎麼貪污呢 在地產監管局 有這條條例的 只不過他不告 所以這個很壞的例子 所有地產代理 跟著他這條例子 如果是這樣做 所有地產代理 都可以貪污告不進 這個我覺得 你口說沒有 有案例的 你要拿案例 有有有 如果這樣說法 有有有 現在有沒有人投訴 人家高調去告訴你 ICAC高調這樣 是查明清白 沒得告 如果你有得告 你們可以去告 是的 地產代理 我不敢告 要告這個道歉 當然是 不是道歉 你們可以去告 為什麼不告 你繼續有清楚 這樣說 我們的香港示威 問題是說 你告別人之餘 不要高調去說 低調被告 我走一天 我走去告別人 喂 我現在走去ICC 告林依麗 行貝貪 我經常被ICC 其實對林依麗很不公平 可能她是很清白的 但因為我這樣 就令人懷疑她 所以ICC的精神 密密實實 所以不應該去告別人 那時候她高調去說 我告誰 告誰 到時她查完之後 真真正正 有證據了 她拿上去法庭的時候 可以去公佈 就好像是 這就是保障江市人 被人家無告 或者是屈 所以你受驗為 但是我覺得 因為一個公眾 一個公眾的人物 不要說那麼遠 我們是我們的鄰居 日本 中國的鄰居 日本皇帝名人天王 她因為去視察福島 但是就遲了她 這樣令到新港宣的火車 延遲了 延遲了 阻礙了 就阻礙了民眾 她都要公開道歉 一個特首居然幫她的班子說 你們告她的人 都是應該跟她道歉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想到 其實我們香港民主 在倒退 還有何利華說 應該要低調這樣告 但我覺得一個公眾人物 她犯了一個 有這樣的污點 先不論是真還是假 我相信我們香港市民 是想知道的 因為她不是我們選出來的 若果我們選出來 我們低聲下是怎樣說的 因為我們選出來 我們要負上代價 但是這個是中央政府 內定給我們的 若果是內定的東西給我們 她還要做到這麼壞 難道我們連反抗的資格都沒有嗎 我們香港人是人 我又發覺一件事 其實你是不信任的 你是不信任中國政府 不信任共產黨 不信任共產黨去安排這個特首而已 不好意思 我先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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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你講得對的 是的 因為香港是存在著 類似我這些青年 是不信任中國政府的 為什麼會不信任 由我這一方解釋 我這一方的原因就是 中國政府建國這麼多年 是有一定的公職 我不可以否認她沒有公職 但是她的壞多她的好 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長的革命運動 不要革命運動 政治運動 三反五反 大躍進 三年困難時期 文化大革命 甚至到這個四五運動 直至到現在六四運動 他依然 不要說依然 對自己是對的 這件事是令到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對這個政權 即一個自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隊 的槍口 居然是對著中國人民的心口 我覺得這件事很寒心的 還有中國政權說的 這一班是反革命分子 即使我真的當作反革命分子 但這班是手無全鐵的學生 為何中國軍隊 即我小時候覺得很親近的解放軍叔叔 為何你會 你會舉得起槍 對著這班中國的未來賭良 我又幫警察說他的公道說話 因為我昨天有份去官堂 我看到警察是沒有拖槍的 雖然香港市民都手無端切 我看到警察是沒有拖槍的 昨天警察好很多這些人真的 是啊 要講一個公道說話 昨天警察對市民真的 真的是香港人對香港人 我可以告訴你 剛才你所說的東西 其實你是受到的 你所知的資料 只不過是從香港一些的 反共的媒體裡面得到的 你有沒有親歷其境 真正去了解這件事 為何你見到的解放軍 不要跟我說是美軍炭 中國共濟要買美軍炭 你見到多少個解放軍 你見到多少個解放軍 不是 我想說一件事 我有件事我是很深刻的 我想回中國的命運 我見到那班這樣的學生 是拿著那些類似領導的畫像 是唱著紅色的歌 走去請願的 但是居然是派軍隊清場 就想起俄國革命的血腥升奇人 一群民眾唱著愛國的歌曲 拿著沙皇的畫像向沙皇請願 居然沙皇這個帝國主義的沙皇 用槍殺了這群人民 最後激發到1917年的俄國革命 推翻了帝國的極權政府 當然這個蘇維加政府初期是對的 就好像中國共產黨政府 初期的路線是對的 但是它不斷走不斷走 是走向一條歪路 我不是不愛黨 如果這個黨真的值得人民去愛的話 我是會愛它 但是這個黨是不是真的值得人民去愛呢 但是現在香港不是港的 我可以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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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國共產黨 可以這樣說 是全世界最鎔固 最多中國人支持的 這麼多維海輝不鎔固期 你給別人講 全部都沒講完 還有還有一件事 你所看的事情 只不過是片面 你沒有認真是瞭解 西班牙人的攝影隊拍攝的 六四那晚 是根本沒有開槍的 我告訴你 有片為證 還有 大陸四個影片全世界都有 美國政府都承認 那時候是沒有開槍的 我告訴你 有槍聲的 有機會看YouTube 有槍聲的 YouTube 有槍聲 不是一定要射人的 向天警告都是槍聲的 是不是 開槍是向天警告 但你真的有學生死的 我告訴你 有學生死不一定是軍人殺 也不一定是殺了這麼多人 我告訴你 我講回香港的情況 我六四前前後後 沒有六四發生之前 最早香港出現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想你們都不知道 我是最早期那一班 當時 胡耀邦 是幾多月死的 是4月15日死的 當時 長毛 還在遮膽風園那裏 在說話 跟著 去這個維園 去匯合司徒華 走去 大家兩個鬥快 走去新華社門口抗議 這些有沒有經歷過 你們有沒有看到 兩個在那裏 差出鏡 有沒有見過 我在場 我都看著 跟著 八路風球 我一樣新華社抗議 中國政府做得不好 但是我後來看回一下 原來這班香港的政軍 在那裏握神騙鬼 講的東西完全都不是事實 跟我所認識的 我很簡單一樣的 八八香港人要求 1988年 我們所有的所謂民主人士 上街要求直選 八八直選 聽過這個名字 我都拿著旗子要求直選 我看著 司徒華 很多這些出 現在所有民主黨的人 都要求直選 直選是什麽意思 一人一票就選 好了 到了他有權的時候 你六四了 那個支聯會 是怎麽選出來的 司徒華是陰點的 那你說什麽民主 你自己 到你有權的時候 你又陰點 內定 還是怎樣 間選 只要你自己說什麽什麽關注組 就有一票 那個關注組都不是政府註冊的 出之全部就這樣選出來 看得到 關注組 關注組我認同你 香港很多 因為這件事 他真的不是 真的有篩選 是呀 我打算進去 他也要篩選我 就是了 所以我告訴你 從這裏看 就看到 香港的政棍 香港的所謂政棍 政棍的意思是例如是什麽 講一套做一套 哪幾班政棍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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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這樣看到 這班人 是不是梁議員 女性 我不是 講一套做一套 當時梁美芬都未出現 告訴你 我可以說 所以我講梁美芬 不是政棍 我沒有講 我講梁美芬不是政棍 我講梁美芬不是政棍 他就是捉老鼠 他那時沒有出現 是吧 在八百直選 八九年六四之後 那班人 全部支聯會 那班人 老實說 根本 說要八百直選 到他有權的時候 全部內定 全部間選 證明什麽 香港這班所謂政治人物 是信不通的 那六四呢 我從事之後 我看到他們的面紅 你就是這樣說 跟著我看下去 我跟著我看下去 我看下去 真的得出我所謂 我想問多一對共產 只不過是依附了外國勢力 去找自己的好處 那三個的意思 只是連建制派都信不過 是否有什麼意思 如果我告訴你 所謂什麼叫建制派 即是說 能夠入到議會裏面 在一個制度裏面 是吧 那什麼叫建 就是建立 建立香港 為香港建設 而在制度裏面 那叫建制派 如果是破壞香港的 那叫破制派 是吧 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不看哪裏是建制 那就是我們走回外國 外國外港的問題 那黨呢 就很注重一個東西 就叫做黨國一體 那就是共產黨 是有這個official的 就是一個官方的形式 就是黨國一體 那外國 哪裏是黨國一體的 哪裏是黨國一體的 上面中央講的 哪裏是黨國一體的 哪裏是黨國一體的 從來中國告訴你 黨政軍是分開 但是我告訴你 中國共產黨 是領導世界的 領導世界 你所以看清楚 為什麼 中國只不過是共產黨裏面 這個是國際共產主義的精神 所以黨是領導中國的 大家是有數量的 我們自己都看 是的 近一年來 寶先生 我們香港就出現了很多 我們的愛字頭 那些黨派 那你對於其他 你對於其他的 比如說有些愛什麼力 你有什麼看法 我想問呢 有個青關會 寶先生 我自己個人 我小時候 爸爸媽媽教 見到法輪功是邪教 快走開 我們自小都覺得是法輪功是邪教 法輪功多久 我出生到現在 我知道他有法輪功 我不知道 就是我適性 法輪功是近這十年左右的事 但是 我28歲 但是我想問 沒有28年 法輪功沒有28年 但是我適性 十幾歲才適性 那我覺得 我適性 十八歲才適性 是啊 你不要踢到我 那你不要踢到我 那我三年左右 十幾年 我媽媽教我就是邪教 不要走過去 那我都 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聽慣了 我都覺得是 但是 法輪功邪不邪教 是另一回事 最主要 他是針對中共政權 我們也不認識 小孩子 他也不認識 但是 你知道為什麼會令到他邪教嗎 因為突然間有一次 整班法輪功的人 圍了身 說悶 你知道嗎 這件事令到中共震撼嗎 所以重新去理解 這個法輪功是一回什麼事 原來他背後 就是美國撐腰 去支持這個李洪志 來做這個教主 來引領那幫人 哇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很嚴重的反革命 或者是推翻中國政府的一個組織 那為什麼如果他反革命 反革命推翻政府的一個組織 我當他如果聽你這麼說 你認清楚 所以中國政府對他 是很有戒心 我當你對 我們小時候對他都很有戒心 我們不怕 我們很有戒心的 我當你對 但是我們從來都 已經覺得他是邪教 你現在忽然間有個青關會 這樣去欺壓他欺騙他 我們不是覺得他是邪教 與不是邪教 但是你這樣在香港的地方 甚至乎你在大陸我們看不到 我們不知道 但是在香港被我們看到 你這樣去打人 拿著截登得拍到他們流血 就是我們香港人 你見我們看得過眼 我們都不是香港人 你有看不看到法輪功打人嗎 法輪功真的沒有看 我給你一些片子看 我出力氣警 我被他推倒 推到地上 現在手指還沒好回來 這裏還在傷 真的是不是見過他打人 所以你見過 六四那天 今年的六四 六月四日 在旺角發生時 有差館有記錄的 法輪功打我們的 有沒有告到 當然有差館有記錄 我對著鏡頭說 有記錄 旺角差館同樣在那條街 有事實為證 但是你昨天都說被人打 是嗎 我一樣是昨天被人打 還沒有他這個 我現在照現在的手指弓 還沒有屈得到 這是什麼 現在還在腫著 但是你昨天被人打 我問你 沒有什麼事的 那時候沒有什麼事 這個是法輪功打的 有事的 至今沒有 6月4日那天 就是昨天沒有事 所以我說 你很多事情 你們知道不知道 就當是別人 法輪功老實說 它裡面那些事情 全部 我不知道它是真正假 但是一件事 既然中國定性了 它是邪教 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一部分 為什麼可以用好 容許它在那裡 不不不不 但是清官會你覺得也對嗎 你覺得清官會這樣說 我不管是對不對 你清官會這樣說 我都是認同 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一部分 即是固有領土 但是 我們香港是一個次主權的地位 什麼次主權 即是 我們是一個 即是 我們是有一定 從來 從 你看我們 我們可以以中國香港的身份 去參與外交 你聽聽 這個就是中國政府賦予你的權力 是啊 給你高度自主 不是有次主權 沒有這回事 若果沒有次主權的話 我們是不可以參與 不可以參與任何的 經濟貿易的合作組織 什麼叫次主權 如果我們香港沒有次主權的話 我們跟港 我們港非有關的條約 應該要廢除 那菲律賓政府 是不應該再承認 他們跟我們香港的條約 香港在外面參加的運會比賽 我們倆拿到金牌都不再承認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地位 哪個地位 但是 次主權的地位 次主權 一向都沒有次主權 你只做下去 錯了 你問中國政府什麼叫次主權 好 這些就是你們自己投下去 中國政府的憲法裏面 是沒有這回事 是英國時代 英國殖民時代 我們已經是次主權的地位 我們是叫做東方 這個東方之珠 我們也是英國 不是英國 是世界上遠東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以英屬香港的身份 加日控制 英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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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中國 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派代表 簽了這條條約 不要跟我說 不是中國政府的人 或者是間諜 我告訴你 他簽了是承認我們 我們香港是五十年不見的 所以你就不清楚了 中國政府從來都不會 跟香港的官員談回歸的事情 所以我說 當時 這個 那個 當時 港英政府派的官員 想代表香港去談話 中國就說 沒有這回事 我只是中國跟英國談 你沒有地位 沒有三個擋 所以 從來都沒有次主權這回事 不是從來都沒有 是英國 香港的事 是有的 但是 中國沒有 沒有這回事 是承認了我們 香港是有五十年不變的地位 也都表示 我們繼續行我們的資本主義制度 正在行英國的制度 中國的制度 不是英國制度 錯誤了 沒有行英國制度 香港是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 是眾所周知的 這個 一早都說 香港回歸中國之後 中國承諾 給香港 是 淡一國兩制 公共自治 五十年不見 再回來 還是這個 每次問 再來 是